就胭脂布那赛花红 好 何大人 我也提醒你 情这事儿 要不是你帽子上的红顶段 没哪个女的能看上你 咱走个桥 走个桥 何生老纪为了替皇上拿到赛花红的嫁妇 那是一个比一个努力 季晓岚虽然没钱 但她风趣幽默 时不时地给她讲一个小故事 就在老纪即将成功之时 何大人却跑过来捣乱 上来就是糖衣炮弹 大上来 这么多美食 把赛花红的眼都看花了 何大人趁热打铁 抱起了菜面 这里有 蒸羊糕 蒸熊 掌蒸木鱼 烧花鸭 烧出鸡 烧紫 卤猪鸭 酱鸡 腊肉 松花小肚 酱肉 香肠 十锦 酥盘 呦 这么多的好菜联席 这么多的大鱼大肉啊 放到现在 这就是八道总裁爱上了 哪个女人能顶着祝和申的公式 赛花红立马陷道 自己恨不得立马就敢信赵 怎么讲 正合适啊 这还用问吗 难度了瞎 这可把和申高兴坏了 自己化名可视 赛花红又这么说 那这波岂不是稳了 说着就邀请他共进午餐 可让何大人没想到的是 赛花红却是一个渣女 还邀请老姬一起吃 和申虽然不同意 但是在赛花红的安抚下 他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还真是爱情使人变傻 两位一品大学士 竟被赛花红一个女子玩弄于鼓掌之中 偏偏他们还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可让老姬没想到的是 自己还没搞定赛花红 后院就先着火了 都吃饭了吧 你 怎料二人却无视了老姬 直接离开了这里 纪小兰后院着火 和申却是春风得意 说什么都不离开 一副不追到手势不罢休的样子 看把你担心的 你这么多天都过了 今天就会有事 话音刚落 就有杀手冲过来就发出了信号 杀手见状就赶紧跑了 这可把赛花红下得不轻 来人哪 来人哪 这事倒是怎么了 这么还都没有人出来 和申早就打点好了 又怎么会让别人出来捣乱呢 赛花红没有办法 只能把和申背回去 并给他熬药 没一会的功夫 何大人就醒了 然后趁机跟赛花红表白 可让和申没想到的是 赛花红见他没什么事 就赶他离开 但和申又怎会放弃独处的机会 立马就装起了头疼 结果赛花红这次 却是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和申也因此留宿到了胭制铺 第二天一早 纪小兰带着乾隆来胭制铺 怎料二人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和申卖力的宣传胭制 却让老鸡纳闷不已 昨晚上分手还好好的 这才一夜 足以男女之事 可不就一夜变大不同了吗 随后乾隆便断定纪小兰书 但老鸡却说和申肯定是蛇手的 乾隆却戳破了老鸡的情思 你是拿着书带着爷到这来看的是吧 没有 皇上也不在意这些小细节 反而问老鸡接下来要怎么做 来 里边瞧 大折了 大折了 这真是闹过头了啊 老鸡 爷我还从来没看见一个朝中大臣这么卖劲的 国家大事不管了 但是卖胭制这么起劲 是啊 乾隆气坏了 和申为了给女神宣传胭制 竟然连他也不认了 气得乾隆让老鸡传话 家里的人也走了 和申听后就双手合十 只觉得祖宗显灵苍天有眼 可让何大人没想到的是 自己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没能吃上赛花红的饭 结果却发现 赛花红竟带着饭盒出去 这可把何生气得不行 于是他立马就跟了上去 与此同时 季晓兰也因为陆姑娘的离开 不得不亲自下厨做饭 结果一顿操作下来 老鸡差点把厨房给点了 就在他郁闷之时 赛花红推开了大门 这可把老鸡点激动坏了 两人在门口磨叽了半天 才准备进去吃饭 和申老修成怒却又不敢进去 像急了舔狗给心上人送花的样子 爷 您爹总在这儿站的 我愿意 我就愿意在这儿待着 管这么多事 何大人犹豫在三 还是喊了出来 老鸡 嘿 这真是花下晒酷的大厦风景啊 老鸡却不想让何生 打扰他们的二人事迹 于是就想把饭菜端到屋里去 这下赛花红可不乐意 咱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有什么可藏的 美人都发话 老鸡也只能去给何生开门 季晓兰一开门 何生就往里窜 还非说自己是来给他送饭的 老鸡也不是傻子 说什么都不让他进去 就在两人推让的时候 赛花红小姐走了出来 这下老鸡没辙了 只能放何生进门 但他还是不甘心 于是就把何大人拉到里头 想跟他说几句心里话 实话跟你讲吧 何某这辈子所喜之人 十分有限 而赛花红 是这有限之中的唯一 所以我求你 不要出来搅局了 即便如此 季晓兰也是丝毫不退 表示自己也是真心的 可让二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乾隆竟然也跑过来 说自己也看上赛花红 何大人为了爱情 只能出卖老板跟同事 直接把事情捅到了太后这儿 就连离家出走的陆姑娘 也被何大人找到 并在她的山中点火之下 直接砸了胭脂铺 可让何大人没想到的是 即便如此 他们都没有放弃 你干嘛来了 别搅局 老季 我跟你说实话 这事可是弄了我心了 你让着我这儿 和二老季爱上了同一个女人 她却求季晓兰放手 老季可不同意 表示自己凭什么让的 我比你官大 官大我就得让你 还有比你官大的呢 来了你能让吗 就算是有比我官大的来了 她也不像你这样跟我作对 谁来了 我也不会让的 话音刚落 乾隆就走了进来 怎料她也是为了赛花红而来 两人听后就一口同声地 赶黄上离开 不送 怎么这么整齐啊 你们俩这么一说 我还就不想走了 可让二人没想到的是 乾隆竟直接下指让他们回避 两人为了见到赛花红 更是不惜抗指 原来就在今天早上 赛花红日常给老季送饭 并定下了这次约会 可让季晓兰没想到的是 她扭头就跑到和府 跟和深说相同的内容 晚上 几时 子时 就在两人兴奋之时 赛花红却找到了乾隆 又用相同的套路 跟皇上约定子时相见 三个人为了约会 那时八千过海哥显神通 乾隆倒是普普通通 也就用了一点法国香水 和深却泛起了难 自己一个绿叶 怎么能穿得比女神好看呢 所以就想穿朴素一点的衣服 但家里的衣服全都贵气逼人 这让她十分难办 和大人扭头一看却发现 刘泉身上的衣服就不错 于是就上手扒了起来 攒过身上的衣服 不好意思 我还攒过身上的衣服 他不可以 快坐吧 老季却恰恰相反 穿的那叫一个光鲜亮丽 随后三人齐聚胭制铺 乾隆为了拔的头筹 更是利用自己的皇帝身份 下旨逼二人离开 怎料老季和二雀一唱一和 说什么也不离开 等乾隆默许之后 两人就咬了起来 话音刚落 花红就走了进来 表示自己也知道 三位喜欢她是假 拿她的古董架桩说是是真 所以花红就给他们出了个题 让三人都写一些真心话 也真也好 真到谁能打动花红的心 花红啊 就把这两件宝物奉上 可为动笛吧 乾隆觉得很有意思 拿起毛笔就要答题 怎料却被纪小兰拦住 表示花红的游戏的确有趣 但他们君臣三人也要有个约定 那就是谁拿到了花红的古董架桩 谁就能处置冯海状告满城一案 乾隆听后就同意了下来 可让三人没想到的是 乾隆经常往胭脂铺跑 导致后宫的嫔妃醋意大发 三番两次地闹到太后那里 导致太后雷霆大怒 直接下纸烧了胭脂铺 小的们看住了 有人从火里逃出来 格杀乌论 记好了 是 乾隆还觉得奇怪 怎么他写个真心话 把天都给写亮了 还是和身多了个心眼 越来越亮了 怎么热烘烘的 不对 炸火啊 别乱别乱 有真在啊 太小心了 别乱 和尔一眼跑 跑 季晓兰还不忘烟袋 又顺手把三人的答案 给救了出来 可等天亮之后 他们却没有发现 赛花红的下墨